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你都过得还好吗 又回到了我们这个很有趣的单元 这个单元就是宝可梦的生日庆 那一共有14个粉丝朋友 就是来参加活动 有跟我分享了一些 他们自己的读书心得 也希望你能够从 这一系列的影片里面 这一系列的影片里面 去得到一些启发 因为你从别人的这个 自理行间绝对会有所收获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 了解更多的话呢 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 参赛者他的分享的心得 好不好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赶快开组了 之前有介绍过这个刘先生 然后白小姐跟陈小姐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我们这个系列的影片 那今天的部分的话是 王叉筒王小姐 那他的心得的话呢 我们现在先从第一个段落开始 他说我刚出社会不久 月薪两万多 其实自己也知道 即便收入很少 也应该要每个月 挤出钱来投资 领到薪水后 但心中的恶魔 怂恿我 工作这么辛苦 不买个包 靠赏一下自己怎么行呢 唉 薪水这么少 直接花掉吧 等我累积多一点钱 再开始做投资 就这样 出社会两年多 什么钱也没存到 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会在一个天人交战的情况之下 然后不知不觉之间呢 你就放弃了你投资的这个欲望 或者是说你想要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生活中总是有更多更美好的事情 等着你把钱花在他的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次没有办法 不论你是养了宠物 或者是你有交男女朋友 或者是你想要去住一个更好的 更舒适的空间 那么你都要花去更多的钱 那这些事情呢 其实无形中就会减准了你的退休的进程 不要觉得说 一个月只存3000块好像没有什么成效 我们在很多很多的影片里面都有跟大家做介绍过 就是就算只存3000块 30年后也是100万 好不好 所以不论钱多钱少 你现在只要开始存钱 并且把它放到市场里面去 它就能够启动这个复利的欺恶法则 开始为你就是 进行这个所谓的潜滚潜力滚力的动作 所以真的 我真的觉得只存3000块太少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只能存3000 也拜托你一定要去存 好不好 我们真的不是希望大家要一直花钱 而是希望你反而是把这些钱省下来 那么你将来才真的有可能财务自由 好我们看下一个段落 那个宝可梦以本身的经验示范给我们看 一名20多岁刚出社会月薪27000的新鲜人 怎么会好好的这个薪水的分配 然后可以到月存9000元 到最后成为知名的部落客后来增加收入 到如何投资 每一个步骤的环节其实都有超仔细的描述 所以基于知识产权的关系 我不能够念我书里面的文章给你看 但是你如果有兴趣 你真的可以去数点反一反 我很相信我的个人经历 就是大家生活的写照 我能够成功 你一定也可以 那我牺牲了什么东西 我牺牲了我的睡眠时间 玩乐时间 然后尽可能的把我的每个每天或是每个月 剩下来空闲下来的时间 全部都投资到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也就是信用卡这件事情上面 那么在我经过了五到七年 这样持续而不懈的贡献跟付出之后呢 现在已经开始回报到我身上了 不论是媒体的关注度 或者是写文章 处籍的成效什么的 都是比以往好上非常的多 虽然我不是全台湾最厉害的 部落客或者是YouTuber 但是呢 我相信你只要认真肯做 绝对会有所收获 这就是一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人 站在你的面前 在跟你讲 我就成功了 你为什么做不到 你一定也要这样做 好不好 好来看最后一个段落 他说 看完之后我决定为自己定下今年的目标 做好收入分配 三分之一开销 三分之一长期储蓄 三分之一投资 第二点 申请一张两%的现金回馈卡 消费的同时来累积现金回馈 回馈金 也为自己来增加这个累积信用 那时常浏览我们卡板帮的宝大 辉哥CW等人 这些人的这个部落格 来增进理财知识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家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就是你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去往前看 那么你可以看得更高 看得更远 因为所有的打地技的动作 我们都把你做好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像我一样 花八九年的时间去钻研一件事情 到透彻 那你其实看这本书 里面就注我这八年来的所学 心得 精华都在里面 我觉得万事万物一个通透的道理 都是同样的一条路 那么你只要抓到了这个精髓 其实你拿来跨领域做其他事情都是会成功的 就好像我信用卡讲的很厉害 我专业信用卡的心法是这一套 但是如果我拿来理解理财或者理解投资 是不是也是一样会有成效呢 我觉得用这套方式来去理解我想要感兴趣的这个领域 那么我的确是可以有所成就而持续的去拓展我自己的事业版图 所以你们也是一样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面 然后往前看 你可以看得更高 可以看得更远 那最后的话呢 他说我长期的目标就是跟宝大一样用信用卡累积里程 带全家出国玩 这件事情呢 我个人觉得他跟我们的投资理财比较没有关系 因为信用卡还是贵信用卡 但投资理财其实跟消费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直接的成效 因为比如说你要带全家人出去 那你势必要花很多钱 那你的确可以用信用卡省钱 但是信用卡所累积的那些里程 你不也是要花钱去换来的吗 所以在你真的是想要把钱都省下来 并且投资自己或者是让自己提早退休的情况之下 你的确是没有办法花太多钱的 那包括就是你尽管用全家人的力量 一起来做刷卡消费 那也是钱一直出去 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去衡量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要靠这个红利点数 然后带全家人出国旅行的话 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想到用更经济实惠 或者是说用更聪明的方式来累积点数或里程 对你来说帮助才会大 简单举个例子来讲 NGM很多银行都会送你里程 会送你现金 然后或者是刷卡金 或者是红利点数 那这些东西其实或多或少都某种程度 可以帮你换到免费的机票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考虑 努力的试着去拓展自己的影响力 邀请身边的亲友尽可能的来开户办卡 那你就可以拿到这些免费额外的东西 这些东西再换成这个所谓的中长城商务商机票 也是一个很聪明的选择 因为到头来你一毛钱都不用花 你就可以出国了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呢 看了这个王小姐她的心得之后呢 跟大家简单做了一些评语 也希望你能够从她的个人心得分享里面 去领悟到属于你自己的省钱心法 投资心法跟理财心法 好吗 我是宝可梦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来订阅 小铃铛开起来最新的消息才会送到你家 那也别忘了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就是如何投资理财 好吗 我们就下回见喽 拜拜